她是三岁的徐徐 因为车祸四肢瘫痪 而她终于盼到神经修复手术 最快明天就可以开刀了 但医生透露 徐徐手术成功的几率只有一成 所以徐徐的父母非常担心 小朋友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手术 已经决定不开刀 要把徐徐接回家以照顾 开刀吗 不要 不要 妈妈是说真的 徐徐看妈妈 徐徐徐睁着圆棍棍的大眼睛 简单扼要回答两个字说不要 等了半个月终于盼到开刀 但是爸妈担心三岁的徐徐 无法承受大型的手术 迟迟无法签下手术同意书 最后决定问孩子的意见 这样的答案妈妈尊重 她说脸书上说 抱歉让大家像做天平一样 其实做父母的我们真的很为难 遇到手术的抉择 徐徐就高烧 昨晚高烧39.5度让她好担心 他们决定把孩子带回嘉义 靠自己的修复能力 请疼爱的叔叔阿姨相信她 因为徐徐真的很努力 只是嘉义呼吸照顾中心不收小朋友 怎么安置还在想办法 感谢医疗团队的努力 徐徐的爸妈决定尊重孩子的意愿 因为无论她变成怎么样 永远都是爸妈心中的天使 好感哦 好不好 好好好好 没关系等一下出来这个滚关就没有了哦 徐徐的医师透露手术的成功几率只有已成 虽然徐徐有进步但是成效有限 谢谢爸妈的机器两个礼拜前 因为车祸四肢瘫痪的徐徐 从嘉义转院到北柔 透过网友的机器好不容易等到手术 却因为诸多的考量临时喊咖回嘉义 要靠徐徐自己的力量慢慢康复 你要开刀吗 不要 整天新闻陈玉璧张一华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